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事实 是的 很快 很快 但是神奥业需要调整状态 最近输得起有点多 我们来看棋 十月的黑棋 小木无有角 挂角 挂角 往里飞 最近这时候的无有角的变化好像又开始多起来了 黑棋这个挂角 很有趣 大飞挂 这个挂角呢 意图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明确 我在想 他可能 不是 他有一个变化是挂到这个是有意义的 但是 因为我最近没有参与他们这个研究 我不知道这首棋会好在什么地方 实在 白棋还是会做这个 以前的时候呢 经常会研究这方面的一些变化 就是他小飞挂的话 别人可能会跳 就不飞了 不是 所以大概都还是小飞 还是小飞 对 我也在努力回忆这个变化 应该还是跟这个有关 还是跟这个有关 嗯 他实际上当然选择了还是还是这个 我记得当时 当时我们研究的时候 可能跟这个靠的一些变化有关 然后后面的变化 最近没怎么参与一线的研究 嗯 这首棋 这首棋的意图 要比这个小飞挂好在什么地方 我暂时解答不了 我最近参加一线的研究少了 所以这个是 是我的问题 他还是 还是选择了这个加工 嗯 就普通白棋是有可能是尖角 对 如果尖角的话呢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 来解读一下啊 这个棋如果是选择这样的变化呢 应该比较容易解读 蒸了 对 现在蒸掉的话呢 大概白棋会拆一个牵牵牵牵手 这样 这样 那么现在白棋显然是觉得 黑棋这个字回撤一路 反而有好的地方 嗯 这个和这个的区别 如果在这的话 白棋有一个很好的一手棋 就是加工 加工这个 那么它回撤一路以后 白棋的这个加工点呢 会变得弱一些 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场给予的一个解读啊 以前这个大飞挂其实早就有 我觉得会不会是跳了之后走这个呀 嗯 不是 像这样的棋在职业棋锁对局中是出现过的 啊 加这个 对 后面再有什么变化呢 嗯 暂时还不能够很确定 但加工到这的时候呢 黑棋感觉上有一些 呃 不是很满意 嗯 那如果这样回撤一路呢 对 回撤一路的话 白棋暂时找不了一个很好的选点 嗯 但实际上白棋就这个不是也不是特别关键 这个这个区别呢 可能心情上的区别要大于实际实际对局中的一些区别 嗯 实际变化上的区别 实际上黑棋现在被白棋震到这里的时候 全局来看也不能说就是很成功的 但是从刚才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作为比较的话呢 应该说是黑棋至少达到了自己的想法 嗯 他实际挂这个 挂这个 然后再加工 白棋没有选择这个下法 那就证明它还是有作用的 有作用 因为白棋没有尖角 对 其实这个大飞挂很早以前就有 嗯 大飞挂很早以前就有 但是当时的当时发生的变化是跟那个靠有关系的 哦 这个好几年没人下了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什么变化也想不起来了 但他实战 白棋实战的选择是这个 嗯 一下 嗯 这时候进角 然后再进角 嗯 说实话 说实话 我不是很能赞同白棋这样的下法 这个靠退还是很损的 嗯 还是非常损的 黑棋现在再回过头来走这个 拆毁了 对黑棋在这边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上的补偿 嗯 这手棋的 这手棋的位置并不能说就比这个弱多少啊 是可以的 这个靠退在这个局部对这边非常的损 嗯 手脚 手脚之后呢 黑棋下一手拆 这个拆这个悬点非常有味道 哦 哎 自己缩回来 哎 他就拆的很短 嗯 拆的很短 这个棋呢 你给对手这边留一个 对 这个拆就留给你 其实我觉得这手棋呢 恰恰也是很有韵味的一手棋 以前呢 我觉得十月呢 在布局阶段呢 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嗯 我是很欣赏这一手棋呢 那么很多棋手 很多职业棋手是不愿意给对手留下这个拆的 对啊 怎么也拆到这儿 是的 很多很多棋手都会选择拆边 至少会拆到这个位置 嗯 但是呢 这个真的有问题 这手棋拆呢 就是给对手留的余意太少 从从围棋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当你的效率追求到了这个一个过高的一个层级呢 嗯 会有一些风险 他拆的太大了之后呢 实际上白棋在选择进入的时候 白棋所受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嗯 你拆的太大了 反而不是你的 那么你回拆一路 即便给对手留下拆二 那么只要在这边能够自己获得相应的利益就可以了 嗯 所以拆 不要求拆的太大 实用 要求拆的合理 嗯 那么在围棋中实际上我们讲究的一个词啊 经常说到的一个词叫均衡 均衡 平均的均 平衡的衡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呢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就是尽可能的多占一些便宜 是 这时候我们想围棋实决的第一决是什么 不得贪胜 不得贪胜 实际上拆边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不要过分的去追求自己的效率 当然过少的也是不可以的 那个中间的那个点就叫做均衡 这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这也难以把握的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具体的就棋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手棋为什么好 拆到这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就是黑棋首先要进行一个判断 白棋这两个子 因为加一个小飞手脚呢 它实际上是后视 是非常厚的一个棋 你拆的离它过近是不利的 比如说你拆在这 即便白棋进行最凶狠的打入 黑棋恐怕也很难吃掉这个字 因为你让白棋的活动空间多了 同时呢 白棋这边还有两个子作为声援 你如果回拆一路的话 那么这边的打入显然就不担心了 这样白棋就无理了 对 这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读 拆到这儿如果都是空 那当然好了 谁都愿意拆在这里 但是显然这时候的判断要冷静 这个目的是不容易达到的 那这个就是如果我 白棋现在会拆二吗 会 因为白棋如果不拆二 黑棋下一手再拆这个太舒服了 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 就是黑棋的这个好呢 是好在有个均衡的悬点 进退之间这个分寸掌握得非常好 第二呢 还有就是他给自己的下一手棋留下了一个极好的空间 如果你不走 对白棋比如说去走这个大厂 这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大厂 但是黑棋下面一走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 这两手棋所形成的一个结构性的搭配呢 是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完美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就是下这手棋的时候 要给自己留下更加完美的下一手 那么黑棋的这个拆 现在也是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拆这个的话 如果拆这个 应该不会再小 是啊 如果拆这个 你下一手再走这个的时候 实际上味道会差很多 这就明显不如这个了 是啊 这个是中心点 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 黑棋这个回拆啊 看上去步子卖得有点小 但实际上从均衡和节奏感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一手棋 那么白棋拆二 应该说也是必然的一手棋了 黑棋直接进脚 对 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就是不是从这边分头过来的 常规是分头 我们也是马上要讲到这一点 我看这个中间点在哪 在这 对 在这里 这手棋分头呢 应该说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手棋 但是为什么实践没有去选择 为什么这个不好呢 我们要看 这个时候 如果分头的话 白棋去选择的这个方向 选择哪个方向逼呢 白棋并不困难 是吧 陈南你说白棋会从哪个方向逼 我说 有点困难是吗 我不让你回答了 白棋还是会从这边逼 这边逼的话 我现在还就有可能就从这边 你这边是很容易成空的地方 这两个子也很厚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那么白棋其实什么都不用笑 白棋继续肩在这就很好了 这个局部的形状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形状 两边白棋的形状都很完美 实际上这个黑棋是不满意的 在这条边的进程上来说呢 黑棋这个时候追求的效率呢 它就是稍微的偏软了一点 我们刚才说 这手棋看上去软 实际上是可以的 很平衡的一个效率 这手棋呢 没有达到平衡点 在平衡线更往后退了一点 过于的缓了 这也就不好了 这也不好 那么如果要是除去这个选点呢 其他的几个选点 白棋选择起来一样不困难 你要选择在这的话 人家显然还是这个逼 它不是这个我就会了 如果你这个的话 白棋显然就从这边逼了 就是这几个选点的分头呢 对于白棋来说 处理起来都不是很困难 所以说黑棋追求的效率是什么呢 黑棋希望走成这样的一局面 最好是你靠 让我尝起来 然后他就可以走到这儿 这样的话呢 你从这边逼的意义已经没有了 你只能从这边逼了 而这一点呢 其实也正是黑棋 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 这个看上去很正常的一副分头 实际上对于黑棋来说呢 他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处理 这件事情 到底应该去怎么去选择分头的点 这个应该说是黑棋的预想图 当然白棋如果其实就这么下的话 也是无可厚非 白棋再拆黑棋跳 可能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进程 但就有点让黑棋如愿了 对 其实总体来说 白棋就这么下的话 也是可以的 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 与白棋实战相比呢 怎么样好 真的很难讲 真的很难讲 我们看白棋实战是怎么下的 实际上不太肯这么老实 就这个 这样的话呢 肯定是要往里长 这样的话 对 我们在这个局部的定势呢 可以多费 多花费一点时间 跟棋友们沟通一下 这首棋往回退 或者其他的下法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只有往里长 这个棋是只此一首 因为你要是再往回退 或者其他被唬在这儿 那跟刚才那个棋 是差别 天差地别的一个形状 完全不能接受的 必须得往前长 往前长 当然白棋也不可能再往回应了 白棋肯定是斑 白棋肯定是斑 那么现在呢 当实战进行到斑的时候 黑棋又选择了 断 对 黑棋两种 这时候黑棋有两种下法 基本上就两种下法 一种是拖 一种是断 如果断的话呢 我们看 变化相对简单 白棋会打吃 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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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黑棋拖的时候 白棋就把这个子搬吃掉 是 提 白棋也提 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局部 黑棋是不能满意的 没活 对 因为黑棋虽然提了一个子 但是这个子还是假眼 那么往外在逃跑的过程中呢 由于白棋的形状非常的坚实 这个棋显然是 显然是不能满意啊 会被攻得很苦 这个棋 在一般情况下 都是黑棋不太愿意接受的一个图 除非说 黑棋其他地方比较厚 这块棋不用怎么担心被攻 反而是有可能考虑的 像今天这个局面下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不能选择 所以它实际上的这个单拖呢 在此局面下就变成了一个 好棋 那么这个单拖呢 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需要注意 不能随便走 白棋现在这个斑显然不行了 斑被黑棋一断 白棋后面就没有棋可以下了 但现在白棋也不能顶 顶我立下 不是 白棋如果顶的时候 黑棋现在再断 那不是还原了吗 不能还原了 退这个 你现在如果退的话 它不会去走别的呀 它就单立 那我再把这个吃了 不是 你看有什么区别呢 跟刚才 本身这一点是断不到的 陈达你这个地方要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那么这个断和这个拖 理论上来说 白棋只能允许到黑棋走到一个 两个如果都被黑棋走到的话呢 白棋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 如果断 打吃 如果我们看成刚才这个图 现在黑棋拖的时候 白棋是不会去顶的 现在白棋断是不会去顶 白棋一定是要办这个的 这个也是黑棋断不能成立的原因之一 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如果说我先拖 经过一个交换 我把你骗到了 你跟着我顶了 这时候我再去断 那么白棋就被黑棋便宜到了 等于下成这个图之后呢 黑棋现在不会去脚吃什么之类的下巴 黑棋肯定是单立 要活在脚上 这两个子呢 虽然是残子 但是给白棋留下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味道 是有它的活动价值的 有它的存在的价值 活动的空间 那我只能粘上了 对所以拖的时候呢 出于我们刚才的那个角度来考虑 这两点不能让黑棋同时走到 那么拖这个的时候 白棋接就变成了唯一的一手气 哦 这是不能顶这个 对 那么接住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黑棋现在只是单独的往回退 白棋在顶 那么 这还得补齐 对 黑棋这时候活脚 我们看白棋要比刚才那个形状 外围要厚实的多 黑棋可能活下脚来的目数呢 差不太多 但是白棋外围变得非常的厚 跟刚才那个相比 那是天长之别 厚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接之后呢 黑棋也只能够往外顶 还是两点见合 只能顶 你接了那就我就要顶了 嗯 斑 对这个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定式 但这个时候呢 白棋一定要连斑 白棋如果退的话呢 黑棋再往回退 这个棋 黑棋活得非常的大 白棋也不太满意 白棋我可不可以斑下来 对 在这时候白棋斑呢 黑棋反斑呢 白棋比较为难 这个不是很舒服 嗯 这个有点不舒服 我 如果连斑的话呢 行了 黑棋打吃 嗯 然后再贴 这个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也不太满意 这个地方的气很紧 嗯 嗯 后面因为这两个看上去是有一些弱点 但是白棋怎么利用 也是一个很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它实在选择的是连斑 嗯 从局部来说连斑是最佳手筋 这时候黑棋如果接的话 白棋再接 你再补回去的话 等于 刚才呢 对白棋这边提前多走到了一手棋 嗯 那黑棋只能打吃 黑棋打吃 就变成 嗯 对 这个局部就变成一本道了 然后 哦 再搬 白棋搬 嗯 那跟 刚才笔不是 就是送了一个 送了一个 但是你这个 你这个地方搬不到了 你现在不可能搬到这个角换了 嗯 那说实话 我觉得白棋这个下法呢 有问题 就是这个连搬 还是可以 可以接受的 嗯 这时候这个搬这个有问题 搬这个是恶手 搬的话呢 被黑棋从这边贴出来的话 这个子太孤单了 就这个子真的是 气掉的话呢 太大 但是还得跑 它跑出来的话 让黑棋把这个头挺出来 白棋这边 潜在的形式发展全没有了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 白棋无论如何 应该打吃这个 走外面 对 如果你接的话 我就贴 嗯 顶多这时候被你退回来嘛 嗯 退回来 但是白棋这个打吃的 一路力都是先手 黑棋虽然活了脚 但是黑棋这边的形式 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嗯 白棋这有一道后事之后 这个棋就不是这么唯控了 可能会这么唯控 嗯 我觉得白棋从全局的角度来说呢 不应该选择半三 半三三是一部恶手 这个也可以说 从这个半三三开始 白棋的形式逐渐的就走向了 走向了这个落后的这么一个境地 嗯 这个半是坏期 白棋 陈药业 喜欢实地 实地 这半当然是价值很大的一手棋 嗯 但是被黑棋贴出来之后呢 现在正常来说 白棋可能应该把这个吃掉 吃掉 对 可是吃掉的话 黑棋就算把这个震住 黑棋这边收获也非常的大 嗯 这个脚上 白棋收获了是不小 但是黑棋这边的收获应该是更大 那白棋如果不能够选择这个图呢 其实就 他这个就很难办 他得跑 对 因为下一手黑棋弯一个的话 把这几个字救回来是仙手 嗯 是仙手 不仅是仙手 而且这边的气呢 可以让白棋变得很不舒服 现在白棋也没办法 白棋必须得跑 实战就是往外跑 对 黑棋挺出 嗯 白棋飞阵 然后人家就下这个了 嗯 这几个字明显跑在对方的后视上 其实是 是挺不愿意去逃跑的几个字 我觉得陈阳烨这时候的判断 已经稍微有点问题 这个没办法 这个只有打 这个不打的话 等于白棋脚上基本上没有收获 没吃到东西 嗯 刺一下 这个是绝对先手 你只有接 嗯 然后黑棋就跳过 这样跳过的话呢 整体黑棋就都连上了 现在白棋这几个字 基本上是飘在外面 自己 自己跑骨骑 对自己跑骨骑 有点无聊 而且黑棋的实力 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 嗯 反而还 比以前更大了 这个时候白棋的形势已经有问题了 在这个局部应该说 吃亏很多 一战就落后了 对 吃亏很多 嗯 飞 然后白棋飞之后 黑棋这个段很舒服啊 哎呀 这个 这个时候滚包几下 实在是太愉快了 这儿先吃一下 嗯 这个 嗯 这个滚包太愉快了 哎 白棋这个形状 嗯 不舒服 嗯 严重的不舒服 然后黑棋在飞 这个飞价值也很大 补助这边弱点的同时呢 让这边的空变得越来越大了 嗯 现在黑棋很舒服啊 整体的这个节奏感配合都不错 嗯 而白棋呢 嗯 无论从局部的形状还是实地 还是未来的发展都是有问题 所以这个形状也很薄 你会像这种形状 背面点一下 特别的不舒服 嗯 你挡它在一起 不知道走哪了 嗯 现在白棋拼了 白棋要来破黑棋的实地 拖这个 先拖一下 拖 其实黑棋我看就算长这个应该也可以 嗯 那留一个活脚 对 也不容易活 扳 就拐 如果顶的话 因为外面很厚的嘛 它可以立这个 往下 就拐它再往上飞 这个棋其实活起来是很困难的 嗯 是很困难的 但是呢 我想它黑棋还是觉得优势呢 嗯 黑棋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冒什么风险去攻杀白棋 嗯 黑棋选择的是最稳健的 往里退 往里退的话呢 如果这个局部没有什么棋 那白棋这两手棋的交换也谈不上有任何的价值 啊 白棋的连贯手段就这里 黑棋长 嗯 然后白棋要挡下来 这几手棋呢 复合陈阳叶的风格 就是坚决不能让你被控啊 当然这个时候 把控掏干净了呀 也是 这个时候如果让黑棋围住大控的话呢 形式上 显然白棋是非常吃紧的 嗯 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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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呢 这个力很凶 下手给自己留一个扳过 嗯 然后白棋靠过来 应该说白棋这个整体的构思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 笑一笑黑棋的控 哎 笑一笑 如果 如果黑棋只是说 在二三路为控呢 白棋也是得到一些利益了 嗯 就可以 但十月的棋是很凶狠的啊 他呢 这时候的黑棋唯一的目的就是 绝对不能让白棋联络 嗯 嗯 你可以去分头做活 但是绝对不能让你连成一体 连成一体的话 黑棋就等于失去了进攻的目标了 嗯 斑 白棋这时候需要连斑 吃这个 黑棋往里面吃 嗯 上一上 冲出来 对 现在白棋吃 黑棋要退 这样的话呢 白棋这个地方由于含着一颗紫啊 在嘴里 所以说 现在黑棋想攻这块棋呢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 嗯 担一下 嗯 担一下 黑棋这地方就算了 就不走了 黑棋听透 这个挺透的价值非常大 这个要跟着走 对 这个挺完头以后 实际上我们看白棋这几个字 应该说是 很单薄 很单薄 嗯 然后 黑棋 白棋这个时候需要走一手气了 需要去联络 这边联一下 需要去联络 其实这手气也没有联络上 黑棋如果等会想搭断白棋的话 还是很容易的 还有靠断 只不过现在黑棋如果搭断去强吃这个 不见得大 白棋就算气掉以后 这边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 所以黑棋在这边 暂时可以先不走 贴 贴这个 现在呢 我觉得这盘棋 可能陈阳烨的状态是稍微有点问题 我觉得后面 后面他的几手棋下的也 也不是很理想 他是还 嗯 不放心 您刚刚说不是不怕别人断吗 对 这手棋其实 是有价值 但不是特别的大 特别冷静 嗯 他补了一个 这手棋可能应该走在这 站在这里 更有价值 不是这个 对 因为黑棋如果要强行去吃白棋这几个子的话呢 白棋可以借用棋子在这边围起更大的势力 其实这手棋有一点什么价值呢 就有点这个唯未就照的意思 通过扩张自己 来间接的补助这边形状的弱点 虽然我有弱点 但是我毒你不会去吃 你如果去吃的话呢 我的收获比你吃掉的更大 其实这个就可以了 而且本身这个手棋价值很大 下一手有靠啊 对这边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对这边的后包也有影响 所以他这个补的补仿的太单纯了 实际上这个棋如果说不考虑他联络自己和补后自己的味道啊 他单纯的价值就两无其 在这个阶段呢 去下这么一个手段 其实感觉上有点不太甘心 而且其实走完这个以后 下一手这个一尖这边几个子还是要留下的 你还是不敢挡的 还是没完全连回去 没有完全连回去 只能说连回去一大部分 连回去一大部分 其中一小队还是含在对方嘴里的 是 黑棋十月什么时候想着 一尖其实白棋这几个字也很难跑掉 那他这个价值到底 有问题 所以说这个价值这个有问题 嗯 还是可能状态上有问题啊 在黑棋挤这个好奇 挤这个的话呢 由于白棋这块心没有活镜 所以挤的时候呢 白棋也不敢在这边动劲了 嗯 你要是接的话等于人家这个扳前手 这边已经出不来了 整体会有一些死活的问题 所以他离这个 黑棋就断掉 断上去 这个很舒服 把自己变得非常的厚 嗯 白棋冲 冲 真是先手 嗯 对 然后呢 后面这一首棋 我觉得白棋犯的错误啊 跟前面的这个提的错误类型 非常的像 非常像 这盘棋呢 陈阳叶在这个局部啊 花的手术太多了 先打吃再一提 他下一手下哪呢 是飞这个 又来不断了 这个飞完全不能接受的一首棋 这个飞真的是完全不能接受 一首 因为这么厚了 这首棋飞在这儿 对这个对黑棋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嗯 这 那么这个飞价值有多大呢 他就是 救回了这几个子 哎 救回了这几个子 这几个子 实际上也就十几目期 那么现在白棋显然还是应该走这个 这个十几目的价值 怎么能够跟这个海棋相比呢 嗯 这一首棋的价值 那肯定是超过 超过二十目以上的 嗯 这个飞关键是 除了救回自己以外 没有任何的价值 现在白棋最 最好的次区是什么呢 先冲一下 嗯 先冲完了再顶一下 再顶一下 这个肯定是先手 黑棋必须得接 然后白棋就再走这个 嗯 现在黑棋如果以后再煎的话呢 白棋就退 你再煎它再退 你还是得这么去吃啊 就吃完了以后价值也很小 嗯 没有想象那么大 总是上面空旷的地方先下 对以后走了走了 没准直接就补上了 嗯 以后当 当黑棋从那边请销的时候 可能走了走了 这个地方根本就不用补 直接就补上了 嗯 他那边单纯的就花一手机补 这个完全无法接受 这手机价值很小 他除了补齐还有没有别的意思 嗯 没有 没有 可能也声援不着这边 也声援不着这边 也对黑棋没有影响 嗯 对扩张自己的形式更是没有什么作用 那扩张的话应该在这边 对 这手机的价值显然不如这个大 实弹黑棋这个大飞 这个 其实哪怕刚才白棋小间这个价值也比这个大 嗯 连续在这边走的两手棋价值都不大 这个棋的形式呢 对于陈阳烟来说 已经是 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嗯 这点抽一下 嗯 然后走这个 去围控 这个控围起来真的很艰难 很艰难 因为周围黑棋都太厚了 看了我们上一局直播的棋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上次强调了很很多点 就是如果你想围控 最好是对手能变得薄一点 嗯 你借着攻击他去围控 顺势围控 如果对手都是比较厚的 像这个地方和这里 都是黑棋非常厚实的这么一个现象啊 白棋在这种厚实的压力下 想去围控那是很艰难的 黑棋现在不慌不忙 你看黑棋就跳这个 嗯 让你围 给你留下一些薄位 然后让你去围 实际上这个棋 白棋在这样的一个沉着冷静的对手面前 反正很难为控 嗯 他选择的是尖 点一下 嗯 然后尖这个 这个尖呢 一步一步的围 对 看上去是很坚实 嗯 但是实际上 由于两边都还是有一些弱点 在这个局部的空呢 围的并不是很安全 但你知道都围起来 好像树白棋还可以啊 都围起来的话 应该是还可以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后面一系列的招法里面呢 嗯 是很能够看到 十月的这种作战的能力的 嗯 十月的棋呢 非常的彪悍 计算很准 场均一条龙 嗯 而且呢 那个攻击力是非常的强大 嗯 这个地方可能换成一般的棋手 就还默认了 是他的空算了 比如说如果是我下 我可能就坚冲两下 不敢进去 外面站两天就算了 嗯 我看十月是怎么在这 试展手段呢啊 后面的这些棋下来 真的是非常精彩 让人赏心悦目 先坚一下 先坚这个白棋只有挡 对 那么黑棋呢 就多了一些利用 嗯 多了一些利用 当然黑棋这时候不怕 当然是不怕白棋退的 白棋退的 这个几个字又含在嘴里了 那就白补了 白补了 肯定要挡 嗯 之后呢 好 一步踏到这里 这是不是有点深啊 嗯 人家刚才等了一手 对 感觉上第一杆真的有点深 有点欺负人 但是这个棋呢 还是意外的难硬 还是意外的难下 那硬杀有没有 对 你看如果你要硬杀 靠它一扳 你这个棋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要是退的话 人家这边虎是坚守 一冲很能力冲回来 你要退这个也不行 退这个冲完了 你也不敢断 嗯 那挡也不行 所以这个靠呢 上面直接靠硬杀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 黑棋这一手的点呢 正好是走到了白棋 最柔软的一个部位 看上去很深入 孤军深入 但是 黑棋它有后缘啊 黑棋这个外面的后势 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后缘 会发挥作用 对 不能硬杀 哦 它走在里面 嗯 它靠这个 靠这个其实已经是一种示弱了 已经是一种示弱了 这个真的不行了 我这走这一类的 走这个 特别想把它封进去 走这个的话 这个加持先生 还是不行的 对 加完以后再一靠 你搬那个冲 这个整体来说还是不行 嗯 那就是刚才这个 先准备了一手 对 还是不行 所以它实战选择的是示弱 靠完了顶 黑棋还要往里搬 然后再顶 嗯 这个棋呢 要考验 白棋 看黑棋是后面怎么下 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它应该这个尖 就能够防守住了 尖 这个尖其实也没有 没有防守住 打吃 接 差不多 这样的话就有希望防守住了 你接走 断 打吃的时候 它可以反打这个 能将将扛一下 将将扛住 但是后面的棋呢 十月 最终的是成了十月一个单人表演 单人表演的状态 这个时候放在这里先不走 先尖这个 先尖 问白棋的应手 这个棋问的时机是巧妙无比 巧妙无比 现在白棋如果说挡在这儿的话呢 局部的味道会好一点 但是黑棋就长 你再尖以后这边靠断之后 这个局部 黑棋是要占你一些便宜的 这边味道又不好 这边的味道变得不好了 嗯 白棋要想让这边的味道好 就必须得挑这个 这也是白棋实战的选择 嗯 后面黑棋下的真的 非常的精彩 黑棋这边先冲断 断这个 先冲断 对 这个冲断之后呢 白棋的形状啊 我们看是变得非常的糟糕 这形状变得非常的糟糕 这个得补 这个必须得补 要不补的话 这边直接打了冲 搬下去就已经要出棋了 嗯 它要补 那退这个 退的话 黑棋连续愉快的打吃 这得粘啊 只有粘 再打吃 哇 这个形状 这不能 不能打击 这个打结实 人家是无忧解忧 没法打 那就粘上 对 其实我们看这棋下场这样的话 白棋要想赢 已经很困难了 这边一个很难看的形状 这边一个很难看的一个形状 好多刀霸物 对 一盘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想赢棋 确实也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 黑棋现在搬这个 很漂亮的一手棋 没办法 白棋还是只有吃 只有吃 然后黑棋叫吃先手 提掉 然后黑棋补回来 接上 这样的话 就是要大闹天宫 我在想 全部洗出来 你一直说黑棋怎么漂亮 我怎么觉得他都进去了 挺危险的呀 是 我们看后面这个需要连贯的手段 如果仅仅是这样 没有什么后续手段 那显然是不行的 这肯定要放进去 白棋现在打吃 要全肩黑棋 对啊 黑棋靠段 这边的话 十月是准备了一系列的连贯的手筋 来防守 冲 断 这都是命令型的 你只有退 退回来 然后现在决胜于这一手棋 断在这儿 我提掉它 提掉好像不行 如果提掉的话 那么黑棋再一打吃 这个就很好了 现在黑棋再从这边贴下去 你这个棋想杀气杀人黑棋 基本上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断的时候 断的时候 就往外拐 只有往外拐 然后它沾上 当然是只有沾上 那么实际上现在作为黑棋来说 黑棋的各方面争子都有力 这个子只要不被白棋吃掉 白棋这个棋基本上就很困难了 现在 现在白棋确实 白棋这地方叫吃是有希望能够把这个子吃掉的 但是这边还没解决问题 如果让黑棋接住这个的话 可能这三个子的杀气又不够了 那它实战呢白棋我们看啊 它选择的是非常强的抵抗 这个 但是呢 整体一系列的这个构思啊 已经都在十月的这个计算之中了 这手棋局部来说 真的是一部很好的棋了 黑棋冲 再冲 白棋 长黑棋再冲 白棋挡这个 对 打吃 然后再打吃 这一系列的招法都是双方必然 白棋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手筋 先手把这个提掉了 先手提掉了之后 而且自己的气也很长 现在 再回过头来吃这个 那您不是死进去了吗 就是死进来了 但是十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要的就是死进来的效果 要的就是死进来的这个效果 这个棋就是 必须要死 不死的话 这个棋就谈不上精彩了 从这个调开始 白棋设想的 黑棋设想的就是 你在预谋什么大计划 我们看 继续往下欣赏啊 黑棋先跑两下 尝尝气 对 跟着打车 尝 就贴 对 这些都是绝对先手 先多尝一口气 然后冷静的把这个提掉 这个提是先手 绝对先手 下这时期如果你不走的话 黑棋在这 贴紧气 直接就把白棋全部给贴死了 嗯 没有任何抵抗预定 命令型 命令型 嗯 白棋必须得往外补齐 嗯 现在呢 我们看啊 要杀这一块了 不穷必要线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块棋 怎么能活呢 黑棋现在堵住他的去路 这块棋如果被杀的话 那么白棋所得到的 这边所得到的利益 是远远不可能弥补回来的 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 这边本来就是白棋的一些空 嗯 黑棋也并没有投入太多 这个一被杀的话 等于白棋在这要尽亏五十目以上 这个棋 胜负也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哦 现在最精彩的 这个就没有活路了吗 哎 精彩的就在这里 我们要看 不是说一步棋下队了 就可以把对手吃掉的 嗯 整体在这边的构思 已经完成初步的目的了 把对手合拢了 嗯 合围了 那合围之后 他局部能不能做出两只眼 才是这盘棋胜负的一个关键 对啊 你在让人家活了 那可就落空了 是 嗯 对 你刚才说十月场均一条龙 对 当他想 当他想这个出手屠龙的时候呢 确实 还是很有一些把握性的 嗯 那白棋这个局部 要想普通做活 已经不容易了 如果你单提 他要点进来这个 就这两点 基本上是健合的 嗯 如果你要吃掉 他这个子的话呢 这边眼还是假眼 所以说 还能恰进去 对 这个棋想活 还真的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实战呢 白棋选择的是斑 这个斑呢 有一些迷惑性 但是 黑棋这个顶也是好棋 现在白棋如果普通的只是这么 只是这么斑在顶 那这些棋都没有效果 都没有效果 你走这个的时候 人家挤进来还是可以 你这几个子没有起到作用 嗯 在这个局部还是做不出两只眼 啊 所以说 他选择的是单斑 黑棋是太厚了 直接挤进去杀 对 这单斑呢 就给你留下一些复杂性 嗯 但实际上黑棋是这个 十月准备的这个顶 还是好棋 有这一手棋在 白棋这个局部想做活呢 不太现实 那这个班 他是期待着黑棋怎么下 他能活呢 他可能是期待黑棋单断 嗯 或者说这个时候 也是死马当活马一的 我也不知道 他期待这个是什么 单断的话呢 会有稍微有点复杂 就是将来再提的时候 你挤进来 他可能从那吃下去 嗯 他再提 你这时候如果再挤 打吃鲜手 再吃下去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复杂 嗯 但是黑棋这个单顶是妙手 单顶下的 很好 虽然是鱼型 但是没有任何的破绽 嗯 他这时候再提 然后黑棋点入 这个点是要破他的眼的 嗯 现在白棋走这个 是可以吃掉黑棋这个字 但是黑棋这个 先顶一下 把这个交换掉 沾上 对 下面这两点是剑合的 哦 又挤进去了 还是挤进了 嗯 这两点剑合 对 这样来剑合之后 还是没可能活起 嗯 嗯 这样形状的一块棋 居然就做不出两只眼了 我们可以看十月的力量之大 还是令人很很唏嘘啊 嗯 很佩服 很佩服 嗯 那么下场这样的时候 白棋在这个局部就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生路了 其实后面白棋的抵抗呢 也是非常的精彩 换了一般人还真不一定能够拿得住 我们看这个棋 他选择的是接 嗯 接这个黑棋就用最朴实的下法往回冲 嗯 计算都是非常的精准 爬 黑棋就搬住 嗯 然后靠一下 这个靠一下呢 藏了一些旋机 是考验黑棋 藏了一些旋机 对 所以说我黑棋普通的冲 白棋一断 黑棋会稍微有一些头疼 会稍微有一些头疼 要活起 如果你现在吃 它就用这个来做 来做抵抗 嗯 在这个局部要出一些问题 如果你要普通的接的话呢 它这边再一断 整体 应该说味道会变得很差 有点乱 有点乱 嗯 如果现在拐 可以挡 对齐可能就要出齐了 如果你这么下的话 可能就要出齐了 搬 打吃 接上 这样的话 黑白棋这个尖是先手 再退回在这里 再退回在这里 这个挤进来 嗯 其实也看不清是不是能活 好像是活了 底下 嗯 有一只眼 上面了 对 这个团应该是 有先手味道 嗯 这个团完的这一段 是有点齐 总之这样的话 味道非常的不好啊 我们看实战 它最简明的下法是单立 对 不给对手以任何借用 刚才的那个棋呢 可能也 我们就是作为一个 辅助的例子 黑棋肯定不会那么下来 嗯 会单立 单立之后 白棋在这儿 找不到任何的借用 那白棋 好像在局部 白棋打吃 嗯 这边呢 已经看不出一个明显的 活路 我估计白棋这时候 可能已经毒秒了 打僵了是吧 嗯 还是不在这边 然后 嗯 断 对 断 断完了以后 在这边还是要 要挣扎一下 这棋 对于白棋来说 他也知道 就如果就这么死了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再断 然后白棋再断 再挡这个 斑 这样做 嗯 这个棋实际上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 嗯 还是非常巧妙的 嗯 非常巧妙的 接上 然后白棋在这儿 走这个 团 嗯 团 黑棋斑 破这只眼 这个局部 白棋总之 这些先手呢 用完了以后 还是达不到 做活的一个目的 我觉得跟刚才挺像的 难道不能打两下 刚好不能做活 你走这个 他走这个 你打直直他一提 你做这个眼的时候 上面连不上 嗯 所以现在呢 白棋冲 黑棋挡 打尸 这些下法 其实没有什么 太大的意义 如果说 在这个局部 不能走出棋来 这些棋跟胜负 是没有关系的 他应该是在 是不是在争取时间计算 在调整情绪 嗯 还是在调整情绪 黑棋看清楚了 这个棋肯定活不了 黑棋也不会补棋的 黑棋就继续收关 这个顶也是很大的一双棋 哇 那这个要是杀了 他不是赢多了吗 是赢多了 还要追求一下这个关子 对 这个棋就是一个胜负失 胜负失的一个状态 就是 虽然我赢多了 但是没有 没有必要去补棋的地方 那还是不会去补棋 不肯花一双 不肯花一双棋 那么白棋最后 在这个地方下的几手棋 是什么呢 尖 可能就收气 收气 然后走这个 黑棋就挡 这几手棋下的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再断 后面白棋断一下 白棋没下 白棋断一下 黑棋就贴这个 嗯贴这个 黑棋也没有什么 可以去考虑的 冲就点 小问题 上面反正都 踢得这么厚了 断开 其实也没这么大的意义 扑一下 嗯 嗯 还是想争取 这能 还是活不了呀 又交换了一个 挑一下 这个棋其实没有什么 太大意义了 挡住 走到这儿的时候 黑棋 白棋就认输了 这个局部 我不知道 棋友们是不是已经把后续的变化都看透了 对 现在这个局部其实非常有意思 白棋如果打吃 如果想活 打吃是必须要下这一手棋 打吃是绝对先手 黑棋提掉 我再打吃这个 对 现在呢 其实就比较头疼的一点是什么 当打吃完了以后 黑棋一提 你沾不上 白棋这个眼团不上 团不上 黑棋刚才这很巧妙的用这一般 已经把白棋的眼味给破坏掉了 是 那么团不上这个以后 自然整块棋就做不出两只眼 嗯 刚才像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就是白棋先提也不行 白棋先提之后 你再吃 这个还是假眼 所以这个棋是 看上去 看上去 黑棋到处都给予了白棋盐气和做眼的空间 但是刚好几点呢 白棋就是配合不到一块 是 哎 就是做不出整体的两只眼 嗯 最后一首棋是185档 对 白棋就认输了 嗯 这盘棋我觉得最精彩的显然还是 中辅这个弃子杀大龙的这么一个过程 他在弃子的时候就想到这边弃一堵墙来杀这个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职业棋手 尤其像十月这样顶尖高手的计算力啊 真的是可怕 他在这个局部不仅要计算 在此的相关变化 而且呢 还要做一个大型的宏观的构思 就是我弃掉之后 我要杀你的龙 嗯 在确定这个宏观构思的方向之后呢 还要计算 当我唬下来之后 他活不了 是不是能活 嗯 所以说他在这个局部的计算 我们刚才说上一盘棋 是以三十步来概念啊 这个这个计算肯定是超过一百步了 肯定是超过百步的计算 这个局部本身的计算量就非常的庞大 就是他要算这个局部 这个字首先会不会被人吃掉 嗯 吃不掉之后 能不能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包围圈 然后再计算这个局部的死活的这么一些 对手的一些强有力的抵抗 嗯 能不能够让自己达成那个目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计算量实在是太大了 但我觉得他也很有魄力啊 这个很相信自己的计算力 先把这些都投入了 下棋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这种魄力 嗯 如果说对自己的计算力 或者说对对手啊 这个位局啊 或者不够自信的话呢 嗯 漂亮的棋就下不出来 是 而且呢越是这样位手位脚的 其实越容易输棋 嗯 嗯 这盘棋我觉得十月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呢 不仅是完美的计算力 构思还有 而且还有这种很宏大的一个气魄 嗯 其实一个棋手下一生的棋 像这样精彩的一个场面 不是说经常能够出现的 嗯 气掉了这么多 气掉了这么多 然后转身再攻杀他的大龙 成功 而且这边也不是轻轻松松杀 是 还是有 人家还是有挣扎的地方 其实下一盘棋的计算呢 如果把这个一个局部一个局部的分解开来 让你只计算 这一个小局部 相对来说难度小 嗯 但是呢要让你把整个N多个局部 全都联系在一起去计算的话呢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而且你要去提前的进行判断 在这个棋都没有摆在棋盘的时候 你在大脑里要摆一个完美的棋盘 进行去判断和计算 这个难度呢 真的是很大 嗯 就像这盘棋 就是对于任何一个职业学手来说 它的计算难度也都还是非常大的 嗯 这跟刚才那个就不一样 比刚才那个要难度大得多 是 嗯 大得多 很精彩 很精彩 嗯 那这盘棋最后还是 十月 中盘胜 对 精彩的攻杀呢 获得了中盘的胜利 十月就是已经在维甲联赛 这三轮上都是三连胜 哦 嗯 很厉害 嗯 好 那今天这两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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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